我的那个眼部的皮肤比较紧致一些 眼部的细纹是有明显的 比较浅了一些 淡化了一些 所以我其实自己还蛮满意这个效果的 有 其实是 最近我是觉得我的脸部的皮肤 下垂还蛮厉害的 然后导致到我的那个法令纹的线很深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因为可能熬夜的问题 所以我的那个眼部的细纹很多 而且还蛮明显的 我是没有听说过这个血液美容针灸的 但是因为最近我在网上那一边 看了很多关于这个血液美容针灸的一些相关资料 然后惊喜到我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针灸还可以用在年底 第一当然是因为爱美咯 然后第二是因为我觉得 把针灸的这个方法可以用在美容护理上的话 感觉比较天然也比较安全 所以我会比较蛮放心的去尝试一下 还蛮大的那一个分别的 就第一是我的那个皮肤 眼部的皮肤比较紧致一些 然后第二是刚才我有讲到说那个眼部的细纹 眼部的细纹是有明显的比较浅了一些淡化了一些 所以我其实自己还蛮满意这个效果的 本来一开始我以为会有一点疼痛的感觉 但是当我真的是做的时候 它其实疼痛感觉非常非常小 可能是因为那个针本身它很幼 然后它很短 然后再加上其实帮我做的那个综医师 它的手法我感觉上蛮好一下 因为它它对我很温柔的 然后谈戏心 就是一直问我 哎有没有感觉到痛啊之类的东西 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美容针灸 因为在做这个美容针灸的过程中 我真的是感觉到我的脸部的这些皮肤 是有提拉上来的 然后再加上就是中医面膜 中医面膜这一边的话 因为它有一淡淡的那种香味 草本的香味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那种牛奶味 所以其实整体上整个过程是比较舒服 我会的 因为第一我真的是蛮喜欢这一边的环境 很舒服这边的环境 然后第二呢是因为这个美容针灸 用针灸的这个方法 我自己本身是感觉是完全没有一个副综医在那边 而且综医师有跟我讲过 就是说用针灸这个方法可以治标治本 所以我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试一试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